热线12今日关注 交往数月 空姐女友突然消失 男子被骗16万余元 灯泡糖呈网红 塞进嘴里可能呈药命糖 胃寻子 母亲移居重庆 苦等17年 半裸跑步 冰桶挑战 暴雪中训练体能 为哪般 各位钟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热线12 我是曹东 首先来看今天的热线发布 为了建立自上而下四级法院全线管理体系 实现各类诉讼服务网点一键触达 探索审判流程信息公开网 裁判文书网等诉讼服务信息的 集中入口展示 人民法院 智慧法院导航系统 和类岸智能推送系统 近日正式上线运行 这也进一步加强了 司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在审判执行工作中的应用 好 继续我们的热线关注 日前 多地迎来了 入冬以来的最强降雪 在河南的几元 大雪导致市区多数路段出现了拥堵 发生多起交通事故 来看当地交警部门的紧急处置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的几元市 近期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了 大范围的雨雪天气 而1月6号几元市也是继续发布 暴雪蓝色预警 从今天中午大概11点左右 雪势就是一直在持续 而现在天色渐晚 雪依然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从画面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沿路的这个树木 以及经过的汽车的车身上 都堆满了厚厚的白雪 而我们站在这里 也就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 身上已经快被白雪给覆盖了 都是一层雪 而今天晚上随着入夜之后 暴雪导致的交通压力持续的增大 几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也将上路开展一系列的应急处置工作 受强降雪影响 河南省几元市市区多处路段出现拥堵 几元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启动了恶劣天气下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置预案 引导车辆有序通行 确保雪天道路交通安全 咱们几元市是入冬以来 最强的一场强降雪天气 这个强降雪天气导致车流速度过慢 并且交通事故增多 给我们的交通出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应对这个恶劣天气 我们交警部门及时的启动了应急处案 我们所有的警力全部付出到路面上 一旦出现交通拥堵 我们会及时的进行疏导 另外我们的事故出警的警力 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应对恶劣气候导致的事故多发 这样一个情况 大多是一些比较轻微的一些 刮蹭和追尾这些事故 因为雪天路不较滑 一些驾驶员的话 没有保持安全车距的话 特别容易发生追尾事故 这个下雪天气的话 还是建议咱们尽量减少 咱们的出行计划 另外呢咱们尽量乘坐 尽量乘坐这个公交车 使用公共交通 在我们驾车过程当中 我们经过一些路口 人员密集区 学校 医院 小区 经过这些路口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降低车速 一定要避让一下行人和飞机动车 相比起城区 几元市山区路段 受强降雪的影响更为严重 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 312省道附近 几元的80%都是山区 而近几天的强降雪 也是导致山区的路面 变得愈发的湿滑 能见度也是大幅度的下降 而在入业之后 路面也是布满了冰雪 大家通过镜头也可以看一下 在我脚下这块 没有被车辆压过的这个路面 积雪已经达到了半指多厚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交警部门为了确保安全 也是在这里采取了 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 24小时有人指手 禁止那个7座以上赤辆 往上山 第二方面 我们是在我们的辖区路段 进行巡逻 如果发现拥堵 到了拥堵情况的话 我们及时进行输导 第三方面我们也是 对过往的司机朋友 进行宣传提示 提醒他们在 山区路段 减速慢行 安全行驶 有一部电影叫 驴得水 那讲的是民国时期 一所偏远的学校中 教师们将一头驴 虚报成得水老师 冒领心水而引发的故事 那近日呢 在河南的淮阳 驴得水的故事 又再次上演了 2017年10月 家住河南省淮阳县的 张经丽发现 自己的低保补助金 已经半年没有到账 张经丽到淮阳县民政所 询问原因 却得知 自己的低保资格 因为违规被取消了 他说 你吃了有财政工资 我说不会啊 我一看 就是我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啥都一样 月工资是1473 是2000年12月31号开始 职称中级 淮阳民政部门提供的信息显示 张经丽于2000年12月31号参加工作 目前是中级职称 工作单位是王电香中心校 99年9月1号 然后上整个教育宣言去上了去 打时2000年我才上二年级 才上二年级 对 还没毕业了 不可能去吃财政工资啊 张经理说 2002年毕业后 他在城关镇北关学校临时待课 2000年参加招教考试 但从未接到录取通知 之后因身患疾病 在家待业至今 并非享受财政的在边教室 为了查明原因 张经理夫妇开始到相关部门查询情况 先上的都是我那种音效 然后校长 港坎儿他不给查 他说得叫民主说来开个证明 我才可以给你除 没有张经理这个人证明 就在查询的过程当中 张经理夫妇发现 还有其他三个人 也遇到了和他们类似的情况 欧舍民说 自己1987年至2003年 以民办教师身份 在村小学任教 2003年离校务农 但在低保资格的审核中 却显示他早已是公办教师 孔德修和马杰也都曾是民办教师 但从未接到过转公办教师的通知 目前已知的四个人 都是因为低保出现问题 才发现自己的信息 可能早在2000年12月31号 就已经被冒用 那么究竟是否有人冒用他们身份 从2000年底至今的教师工资 是否被人领取 又流向了哪里呢 三位需要国家低保救助的困难群众 十多年来竟然一直 被他人冒用身份信息 领取国家财政工资 那问题到底出现在了哪些环节呢 又该如何来处理呢 我们将会持续的关注 那说起啊 个人的身份被盗用 我们曾经报道过多起类似的案件 比如说画面中的这位女子 大家认识 叫汪娜娜 她是河南州口人 35岁的她 目前呢 正在河南洛阳理工学院 她是一名大一的学生 其实呢 早在十多年前 她就已经考上了大学 当时呢 却被他人冒名顶替 于是呢 她的人生轨迹也发生了改变 那同样被冒名顶替的 还有陕西的田娟 在1997年 田娟呢 她考上了 这是城关职业中学 原本呢 属于她的录取通知书 也是被别人冒名顶替了 冒名者成了当地养老院的院长 而她不仅啊 与自己喜欢的 幼师专业擦肩而过 近20年间 还一直无法正常地缴纳 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其实呢 类似的案件还真是不少 在这儿我们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那错位的人生 该谁来买单呢 为什么冒名顶替的事件 会频频发生呢 马上连线 本栏目特约评论员张斌 张斌 来说说你的看法 冒名顶替啊 确实是这个社会的 一大顽疾和丑陋现象 这些我们看到 不管是冒名顶替 还是吃空想的现象 旅有发生 相关部门虽然也加大了打击力度 但是呢 效果却不明显 什么原因呢 关键在于 这样的一个事件本身 它涉及到了相关的政府部门 涉及到了一些具体的操作 而且年代久远 有的时候啊 已经根深蒂固 难以查清当时的来龙去脉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样的行为啊 比小偷小摸 恶劣百倍啊 你比如顶替这个 人家上大学 偷走的不仅是人家的青春 更多的是偷走了人家 改变人生的机会 所以类似这样的事件 包括我们案例里面所说的 相应的这种冒充 国家工人员 冒领工资的事件 一定能够啊 追踪溯源 查到这个钱是怎么发的 是怎么领的 关键在于 是不是能作为 是不是敢作为 这个社会 如果想让我们生活在一个 公平正义之下 首先 要以法治的思维来治理国家 要以法治的思维来处理 类似的问题 好 感谢张斌 热线12 稍后继续 热线12即将播出 交往数月 空姐女友突然消失 男子被骗16万余元 怎么打电话 找他都联系不到 灯泡糖成网红 塞进嘴里 可能成要命糖 和美女空姐啊 交往了9个月 先后转账16万 之后呢 对方却人间蒸发了 近日 内蒙古达拉特奇的 王先生报警称 他要寻找自己的 网恋空姐女友 近日 俄尔多斯市达拉特奇公安局 破获了一起电信诈骗案件 犯对嫌疑人 利用社交软件 用空姐的身份 编造故事 博得受害人信任后 以各种理由 诈骗受害人16万余元 2017年8月下旬 俄尔多斯市达拉特奇的 王先生到公安局报案 说他交往9个多月的 空姐女友 突然联系不上了 我怎么给他发信息 怎么打电话 找他都联系不到 王先生今年31岁 未婚 内蒙古达拉特奇人 在当地一家煤矿企业 做安全监管工作 几个月之前 有一个名叫薛情天的人 主动在微信上 加他为好友 他看到对方的头像 是一名空姐 便加了对方为好友 两人成为好友后 聊得比较投机 很快就发展成为了 男女朋友关系 飞的是国际航空 就是年薪在百十来万 朋友圈也看了 也有他的私人照 然后也有一些 就是小聚会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优秀 王先生说 两人交往的过程中 女友薛情天经常会把 两个人的照片 发在朋友圈里和大家分享 也会把身边的朋友 介绍给他 并且经常在网上互动 在交往期间 薛情天向王先生 以各种名义 借走了十六万七千余元 虽然交往了九个月 王先生却并没有 和他的女友见过一次面 女友也曾主动提出 要到内蒙古见面 但碰上天气原因 航班取消 或者车坏在路上的意外情况 对王先生提出的视频聊天 女友会以开会 或时差等各种借口拒绝 有的只是偶尔的语音流言 在民警看来 这很不符合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 如果是作为正常的 男女朋友的关系的情况下 肯定会每天都会 发一些视频 或者打个电话什么的 但是他没有 以这个王先生的名义来开 通过我们当时 在这个网上查这个工商医 直到发现他是个假的人 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 薛情天的身份信息 在公安网上查询 根本查不到这个人 通过几点分析 民警认为 这是一起典型的电信诈骗案件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账号 民警远赴深圳 到腾讯公司 核实该微信号的注册信息 和交易明细 上面是一个绑定的 一个50多岁的 一个女人的身份证 我们当时经过经验分析 这应该是一个假的 从他交易明细里能看出来 当时王先生给他转过去的钱 紧接着他就转到一个 AD开头的一个微信里边 是在美团上消费了 叫了一些外卖 还有在这个 去哪儿网上买过火车票 根据相关数据 民警赶到了美团 位于北京的总部 查询该微信号付款 叫过的外卖信息 通过查询 查到了当时薛情天 在北京叫过外卖的地址 我们赶到了这个短租公寓 查询了当时租户的身份信息 发现是一个叫姜某的男子 使用了这个账户进行了消费 之后我们又去去哪儿往 同样是使用薛情天的微信账户 这个姜某又购买了火车票 此时从深圳腾讯公司 传回来的信息 当时薛情天转账给AD开头的 微信账号的注册信息 同样是姜某 三条信息都直向了姜某 姜某的嫌疑进一步加深 民警通过姜某的身份信息 很快找到了姜某 在河北石家庄的散住地 那么微信中给王先生 语音留言的女性又是谁 从王先生提供的聊天记录中 可以看出这名女性 很清楚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民警便围绕姜某进行外围调查 他众多女朋友之中 我们找到了一个以秀字 是最后名字 最后一字是一个秀 前期跟这个受害人王先生 在河对他聊天记录的情况下 发现他就是在这个转账的时候 有一个跟这个信号也是一个秀字 调查中民警发现 姜某的女友陆毛秀 在诈骗王先生期间 正好和姜某一起在北京生活 作案的嫌疑很大 确定了两名犯罪嫌疑人后 2017年12月2号 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分别在石家庄和北京 将两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到案后 两人很快交代了 利用编造空姐的假身份 诈骗王先生的事实 他们俩当时都在北京 就是帮一些交易平台 股票期货现货等平台做客户 添加王先生并不是说是 因为想要直接就是在骗他 他们只是为了发展客户 王先生对这个投资 并不是很感兴趣 反而对他们提前包装好的 一个空姐的微信 微信头像和身份感兴趣了 然后就一步一步聊的聊的 就发展成了诈骗 目前江某陆某秀 已被达拉特级公安局 依法向达拉特级人民检察院 提请批准逮捕 网链有风险 涉及钱财需谨慎 再来看一款新的油气的玩具 那用时下的流行的词来说 就是很火很网红 可是带来的风险 却是不小的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 急诊科医生中 有这样一个情节 一名患者因为好奇 把灯泡塞进了嘴里 结果拿不出来 只好向医生求救 很多人会说 这是电视剧的桥段 可是就有一些 不信邪的好奇宝宝 把这桥段玩成了现实 就是这个灯泡糖 这种糖是按照 白痴灯泡1比1的比例制作的 已经推出 便在网上爆红 某宝上一家店铺的月销量 就达到2000多个 那么这种糖吃进去 是什么感觉呢 哇 终于拿出来 首先是这个糖啊 特别特别的甜 有可能粘在嘴里边 你直接就把握出来 然后舌头呢 在里边是不能搅动的 然后有时候舌头冻的时候 会有窒息的感觉 明明可以塞进嘴巴的糖 为什么却会拿不出来 窒息的感觉又是从何而来呢 吸到嘴里以后呢 可能会引起嘴唇 夹部 舌部 这一些口腔粘膜 出现水肿 这种情况下呢 会造成这个口腔的容体 进一步地变小 在这种情况下 就很难把这个衣物 把这个灯泡糖给取出来 因为呢 你这个灯泡糖放到嘴里以后呢 这个舌头会出现舌后坠 舌后坠 就可能会阻塞住 这个口腌通气道理 很容易出现窒息 医生说 人嘴部正常的张口度 约为三个横指 也就是3.5到4厘米之间 而灯泡糖的宽度 在6厘米左右 想想看 就算是侥幸没有造成窒息 把下巴弄掉环了 怕是也不好受吧 可能有人会问了 那么多人买 这糖肯定挺好吃吧 我们的记者替大伙尝了尝 就是普通的糖味 没啥特别 一句话 好奇害死猫 恶搞得有度 这灯泡糖既没有多好吃 又有危险 小伙伴们就别拿自己的生命健康 开玩笑了 其实呢 同样危险的 还有下面的这些玩具 它能够喷出彩带 或者是雪花状的泡沫 很多学生呢 用来布置教室 或者是玩耍 受不知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记者随机在宁夏银川金凤区 和西夏区的 几所学校周边的商店 进行了询问 这种玩具在元旦节前后 很受学生的欢迎 而作为这种玩具的主要消费群体 学生们却对这种玩具存在的安全隐患 知之甚少 你知道它是存在一定危险的吗 嗯 看那个射速 然后就是 有点危险 但它还会引起燃烧或者爆炸 你知道吗 会的 不知道 知道 你玩过没吗 玩过 玩过 但是你知道这个是有危险的吗 嗯 知道有什么危险 化学物 为了了解这种罐装彩条玩具有多危险 记者联系当地消防员针对玩具进行了实验 消防员点燃防风打火机后 使用彩条喷雾对着火源喷射 可以看到火苗瞬间变大几倍 掉落在灭火毯上的残留物 有明显的燃烧痕迹 消防员介绍说 这主要因为罐装彩条内含有乙醇 甲烷和乙丸当可燃物 咱们所说的乙醇就是经常见到的酒精 甲烷和乙丸主要是经常使用的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以及打火机填充气体的主要成分 这些气体都属于一燃一爆的可燃气体 其实这些玩具呢 我们之前也关注过 现在我手上拿的就是指尖陀螺 哎 您看 确实挺好玩 但是呢 它这个原理啊就是一个对称的轴承 然后有比较锋利的叶片 如果这个叶片足够锋利的话 速度又极快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 来看看 这边是鸡蛋 这边是旋转的陀螺 您看鸡蛋壳都被打破了 而且呢 前一段时间有报道称 一名澳洲的男孩 在玩这款游戏的时候 由于是从空中掉落 正好擦过他的眼睛 最后呢 差一点造成他的眼睛失明 那下面呢 这款玩具呢 也曾经啊 风靡校园 这个叫做牙签弩 它八正大小 那么形状跟正常的弓弩 没有任何的区别 只是质地啊 有所不同 另外呢 它射出的这个剑 当然不是金属的 是什么呢 就是牙签 虽然这个牙签啊 体格不大 而且呢 是木质的 但是威力无穷 您看 不管是A4纸 还是说硬纸板 甚至是猪肉 我想我们的肉 跟猪肉的紧密程度 也差不多 也禁不起它这一件 是吧 此前 这新疆的一名男孩 就被同学用牙签弩 给射伤了右眼 造成右眼的失明 从指尖陀螺 牙签弩 到这灯泡糖 还有这个罐装的彩条 如何来限制 才能够避免 这些危险的玩具 带来伤害呢 我们再次连线张斌 张斌 来说说你的看法 我们说年年岁岁 乱象都相似 但是岁岁年年玩具不同 这些连我们关注 这些危险玩具 已经不止一次两次提到了 无非三个方面 一个相关部门 加强监管 一个学校 加强教育 一个家长在给孩子们 钱的时候提高 这种买玩具的防范意识 别给了钱就不管了 但是原因也找到了 路径我也帮大家分析出来了 可是为什么年年的 这个乱象 总是卷土重来 层出不穷呢 显然监管上 存在着重大的尸首和瘸位 应该说呀 这样的一些玩具 在源头的管理上 我们相关部门 并没有做到严放尸首 在它的流通环节 相关的监督卧 和这个集查部门 也并没有做到呢 一个完整链条 常态化 机制化的监督 最终就留到了学生手里 所以啊 这里最关键的 恐怕还是我们 相关的监管部门 是不是能在学校周边 能在我们相应的 这样一个进货渠道上 把住这第一关 做到抓早抓小 这恐怕才能啊 见到成效 但是不管怎么说 学校的相应的关注 家长的注意 也是防范的因素之一 我们希望快过春节了 让孩子们都 踏踏实过个假 可是放个假 孩子放假 监管您可不能休息 好 感谢张斌 在这呢 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 也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电子邮箱 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节目 热线12 稍后继续 前段时间呢 我们栏目关注了 三名缅甸籍的妇女 被拐一事 日前呢 有好消息传来 被拐的妇女 在警方的不断努力之下 已经回家了 山东省济南市 张秋区的男子张某涛 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好 30岁还没有结婚 于是家人在2017年的9月 托人给他介绍了个媳妇 当时我在周平干活的时候 给家里打电话了 说让我回来一趟 说家里给介绍就行 和张某涛相亲的女子 名叫默默 不是本地人 两人语言沟通有困难 但通过见面 张某涛对默默很喜欢 于是两人的婚事 就这么谈成了 可就在他们新婚的第二天 张某涛的美梦就破碎了 在这儿 一共得了一天 据了解 当地警方例行的走访当中 因为默默的语言不通 引起了走访民警的怀疑 民警通过反复讯问 最终张某涛和家人承认 这个名叫默默的女子 是通过别人介绍买来的媳妇 张某涛的家人 是花了8万5千块钱 买来这名女子 由于语言不通 民警通过翻译 确定了这个名叫默默的女子 来自缅甸 是被张某海 以介绍工作的名义 骗到了张秋 卖给了张某涛做媳妇 据默默的说法 被骗到张秋的缅甸籍女子 不止太一人 经过询问 张某海最终 还是交代了他拐卖缅甸籍妇女的事实 2017年9月16号 办案民警将其他涉案犯罪嫌疑人 进行不控抓捕 至此 这起跨国团伙 拐卖妇女案告破 根据法律规定 我们需要将该三名被拐卖的缅甸妇女 遣送回国 因其中一名妇女 在中国生活已有两年之多 并且育有一子 根据该妇女意愿 自愿留在中国国内 最终张秋警方与云南警方取得联系 成功将两名缅甸妇女 移交给中缅联合打击跨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使其得以回国 2000年的国庆节 对于罗兆荣和王伯珍夫妇来说 是最不想回忆的一天 因为就在那一天 他们的儿子走失了 这个地方曾经叫石桥铺商场 2000年的国庆节的那一天 罗兆荣 王伯珍夫妇 带着儿子来这里购物时 儿子罗小强不幸走失 至此 这对夫妇在重庆 开始了他们17年的寻子历程 罗兆荣和王伯珍 来自四川达州的农村 不会使用网络 也没有亲戚朋友的他们 只能通过最原始的方法 来寻找罗小强 17年来 他们的寻子启事 登遍了重庆市的报纸 也贴遍了重庆市的大街小巷 这样的坚持一直持续到今天 早上那个时间也是很渺茫的 反正也保住脚心的心理 反正到处问 为了寻找罗小强 罗兆荣在2005年动身去了广东 而王伯珍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 在重庆市的东郊 这个不到5平米的出租屋 就是王伯珍的家 对于王伯珍来说 他的每一天 都是从繁忙的工作开始 在对儿子的思念当中结束 反正看到这些相片心里都会着急 反正有时有时也会不是乱想 有时会想 不知道他走出去是什么命运 有时像那个电商写的就是什么 如果那个拇指连心 万一有什么玉桥在那个路上碰见了 我就是有时就是只会这样想 说是要一直在重庆工作 王伯珍认为 罗小强丢失的时候已经5岁 有了记忆 如果罗小强也在寻找父母的话 就一定会回到这里 所以王伯珍选择在重庆等待 而这一等就是17年 他的名字叫贺飞 今年22岁 17年前 贺飞与亲生父母走散 如今已经在福利院生活了十几年的时间 贺飞说被陌生人带走后 他在对方的家中住了几天 后来陌生人又把他送到了儿童福利院 2015年5月 他又被辗转送到了重庆市第二社会福利院 17年来 贺飞总是努力回忆父母和家庭的信息 但是这些记忆却越来越模糊 在福利院中贺飞没有太多的伙伴 也不喜欢和别人交流 除了上课和学习技能之外 他总是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仿佛被心事缠绕 从他眼神中流露出来 还是想嫁 还是想嫁 看着别人的家人来看他 买得好吃的 好穿的 带他们出去玩 他可能心里面还是有感触 在2015年7月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联系民警 为贺飞进行了DNA血样采集 2017年6月6号 经过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 失踪儿童DNA信息系统的盲队 贺飞的父母终于被找到 他们正是苦苦寻找了儿子 17年的罗兆荣 王伯甄夫妇 好 这是那孩子 好酷 好酷 王伯甄夫妇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整整17年 那个让他们只能手握照片 默默思念的孩子 终于从照片里走了出来 回到了他们身边 骨肉团聚令人感动 可是下面这家人呢 就有点奇怪了 医生救了亲人的命 却遭到了家人的辱骂 日前 辽宁景州中心医院 120急救中心 接受到了一名脑梗患者 经过抢救 患者清醒过来 医护人员随即通知 患者家属前来照顾 和缴纳抢救费用 不料却遭到了患者家属的怒骂 你想做我说话 你不用说我跟你说吧 你早上有几点 你跟着咱们白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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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家想救过来 咋还这样呢 那你家 那你家 有这说话的吗 医院工作人员表示 可能是因为老人的家属 不愿意承担医疗费用 才与医生发生了争吵 老人清醒之后不久 便趁机离开了医院 随后老人的家属 补缴了相关的医疗费用 酒驾上路换司机 违章停车撞民警 河北和上海的两位司机 看上事了 你好 把驾驶行李出事一下 行李上的家呢 把车吸火 把车吸火下车 把车吸火下车 面对民警的询问 驾驶员还没说话 坐在副驾驶的这位先开口了 就在几分钟前 前方设卡的民警发现 这辆黑色轿车靠边停了车 坐在主驾驶的司机 和坐在副驾驶的乘客 调换了座位 开车不在驾驶是吗 换司机是吗 换了吗 没有 没换 都给你录下来了 没换是吗 确定是吗 没有 换司机了吗 刚才谁开车呀 我开车呀 你好 请您配合我们工作 刚才司机是谁 告诉我们 换了吗 换不换司机呀 问你刚才司机是谁 那你查这份 见此情形 民警将执法记录仪拍摄的视频 回放给了两名男子观看 眼看事实摆在眼前 坐在副驾驶的那名男子 也承认了当晚酒驾的事实 在那开了吗 开了吧 对 开了就成了就行了 对 经检查 这名男子每百毫升血液内 酒精含量为27毫克 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 民警根据这名男子提供的身份证号 查询到其驾驶信息 并予以处罚 可就在处罚过程中 这名男子又语出惊人 你这样子 你不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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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扣的 你咋有那钱 这也不是我也少扣的 这都是人家法条规定的 也不是 你就说 你就按我没有驾驶本 你没家人来拘留你呢 你圈不该 忘不该 你不应该开 你都不掌教训 这我造的 咱们以前说白了 喝酒开车出多少车祸的 这说白了 对你自身是一个安全的保证 这也要不得 你对别人 对别人也是一样 经过民警的批评教育 男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监控画面显示 当天上午8点多 上海一民警在路边巡逻时 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 围章停在路边 民警马上要求其驶离该区域 骗驾驶员驶离 驾驶员摇开车窗 对我一句辱骂 准备开车走 在追逐该车100多米后 民警将其逼停 我将其逼停 驾驶员将我连人带车 一起撞倒在地 然后倒车准备逃离 随后轿车司机从现场开车逃走 根据这辆车牌信息和监控视频 民警当天就找到了司机张某 在家人劝说下 张某当晚向当地派出所自首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 因涉嫌妨害公务罪 被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日前江苏南京暴雪 一名所谓的鹰霸 带着包括儿子在内的13名孩子 在漫天飞雪中裸讯 星球主 Kamera 独播剧场地下 林战优独播剧场地下 Çalakis Jack 马洯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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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